就是最后启动表单嘛 启动表单可能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输入完之后 这边按Enter 自动帮我全部Enter过去 但现在不是嘛 所以要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你在网路上还有同学 也有在网路上搜寻 其实找不到答案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我也是推敲 因为在那个表单里面 有一个概念就叫事件驱动 事件驱动就是你做了什么动作 比如说滑鼠键盘的动作 会有一个event就是事件 那这个event发生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根据它做的动作 而去怎么样 做后续的处理 那比如说我应该怎么 我比如说输入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按Enter 那Enter的时候实际上 它原来是跳到新增 并没有去按一下新增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如果它按一下那个Enter的时候 就自动帮我把这个Enter的动作 转换成就是执行按钮的这一个程序 那该怎么写 所以首先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什么 如果我按一下Enter的话 那我怎么侦测说它是按了Enter 那Enter特别注意 它Enter在这边的内码 内码部分是ASCII Code的13 内码是13 所以我如果抓到那个ASCII Code内码是13的话 那我就再把13这个动作转换成执行按钮动作 其实就可以做出那个效果了 之前有同学问到 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不过后来想一想 就试着做做看 后来发现OK 怎么做 一一游标放在这里 表示说我要针对这个Test Box 这个Test Box是Test Box4的 那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的话呢 它这边会帮你跳出一个什么呢 Test Box4这个物件 它底线后面有个叫Change Change就是它的事件 也就是你点两下呢 它会触发一个Change的事件 可是问题啦 我们好像应该 按Enter的话 其实Enter的话也会触发Change 可是不完全 我们主要哦 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找一下事件 这边有个事件 Change有没有 这一个Test Box的物件 它被Change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程序 其中的话 应该比较精确的是 应该是 那个我按一下那个Enter那个键 那键的话就是Key Key被怎么样 按下去 KeyDown OK或KeyPlay KeyPlay是按下去不放 KeyUp是放开 我要针对什么 其实理论上我试过 应该是按下那个按键 所以KeyDown 把KeyChange点两下嘛 所以第一个哦 如果你要写这个 这边点两下 它是Change 但我把它改成叫KeyDown 那特别出于 它会帮你显示底下这一 有没有 头跟尾 也是一个Sub 也是EnterSub 其实是一个程序啦 那针对什么呢 TestBus 4 这个物件 去做什么呢 当它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 可是问题呢 我要判断是 当它是按下13 也就是13就是Enter的话 才去做处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按个Tab键 If什么呢 如果控一格 如果它按下了这个按键 所以它会用什么方式 告诉你的 ByVal 这个是Val 就是ByVal 就是用KeyCode这个里面的词 它会放什么呢 当你按下哪一个按键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内码 如果当它是按下13的时候 13表示Enter 控一格Then 然后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也就是说KeyCode 假如说是13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移到中间按个Tab 就是 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Enter的动作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按按钮 那按按钮呢 特别之后 其实按按钮就是这个 叫CommandButton1 实际上就是那个东西 BackClick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那个CommandButton1复制一下 Click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动作 就是Call 呼叫 把刚刚那个 CommandButton1 底线Click的程序 贴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因为刚刚这样子就写完了 那再来我们来试试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叙述吧 所以当那个什么Tesbar 4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当它被怎么样呢 被按下某一个按键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怎么告诉你呢 就是用KeyCode这个里面的值 这个叫参数告诉你 然后呢 里面如果是13 表示说按按下的是那个 Enter键的话 那我就是呼叫 那个CommandButton1 这个是从上面复制下来就可以 从哪边 Sub到小花虎这一段 贴上了 好那基本上应该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OK 启动表单 然后我一样 再来输入 HH 假设这样 Enter 然后输入 输入 再输入 本来特别重要 本来应该按Enter之后 它会跳到这边来 那你必须还要再多按一个Enter 那现在的话 因为我加了一个KeyDown 判断说是不是按下13就Enter 如果是就直接执行它 OK 按下它看看 Enter 有没有发现 就大功告成 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怎么 打一打Enter 打一打Enter 这样就蛮顺的 所以以后你要让人工去输入表单的话 其实这样应该就已经非常的 我觉得已经很完善了 对 大概也没什么 再来再加一些其他的物件 其实就蛮好用的 好 最后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地方 其实还有什么 再就表单 那个框线 所以其实框线 你想说最后其实应该最好是Enter之后 自动把框线画上OK 所以那怎么样把那个框线再加 其实你们可以复习一下 这个是清除框线 其实我们后来有写个加框线 红色双线 就这个 但只是说我们画的位置是画到哪里 画到7 所以如果说我未来要画到15的话 其实这个值 其实就是R加1 应该就R 有没有 所以我们有一个在哪边呢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先找到这个按钮的动作 所以按右键 我习惯是先指定那个句集就这一个 编辑也可以跳到那一段程式 其实就这两段有没有 这三行总共有三行 第一行是画实现红色 第二行这个是Double 就是画什么 画那个上面这一条线 这一条 然后在这一条 OK 所以总共三行程式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可以放哪里呢 放在那个新增这边 表单的新增 其实就是当它全部做完之后 所以你就在哪边呢 在End Sub的上面这边 Enter两下好了 直接在这边贴上算了 贴上之后的话呢 可是问题 它这个地方呢 只有画到哪里呢 只有画到那个7的部分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只要把这个7改成一个变数 哪个变数呢 其实我们上面好像有一个 有个R是不是 我记性中我们有个R R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只要程序还没结束 这个R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R直接拿到哪里 拿到这边改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 特别注意R怎么放在这里 一样怎么样 把7Delete就掉 但是特别注意哦 你要在双引号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串接 串接一个R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R假如说是15的话 比如说里面它侦测到向下追踪15 那15是一个数字 它遇到前面是一个字串 双引号到双引号 OK 不过我同学常常会想说老师问你之前不是讲什么 and end然后移到中 双引号移到中间 然后and end再移到中间再加一个i 可是问题特别注意哦 因为刚好那个7的位置有没有 它刚好是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所以右边不用再串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当然如果你要用之前那个方法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你移到这个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然后再and end再移到中间加一个r 然后这边把and空白一下 其实这样子哦 最后也可以啦 只是说为什么我要写人上面 因为后面你and什么 and一个空的 and一个空的意思哦 根本没有意义嘛 and一个空那不是多一个 多一个这个东西啦 所以其实要不你就做完就delete掉 也可以啦 只是说干脆你就记哦 所以这个也许串接的部分 串一个r在后面 这样就OK了 好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我们final一下 所以刚刚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在这边 用keydown判断说keycode是不是3 是的话呼叫 再来的话呢在哪里呢 在那个按钮 所以按钮在这里 按钮的最下面 写三行程式把那个框线的三行写上来 但是哦 改这个地方 本来7 的地方 其他这个应该不用改吧 A2 到H2 固定位置 这不用改 ok好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改 改向下画的位置 这个框线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启动表单一下 如果这样ok的话 那这样 按照顺序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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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Enter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自动新增 然后帮我把资料加过来之后 然后自动又帮我把框线画好 看一下 Enter 有了 有没有发现 自动呢 它到这边输入了 然后呢 也自动呢 就把这个框线也全部画完了 那这样以后 反正输入又画框线 输入又画框线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程式 如果你担心会有问题的话 云端上面也有 应该是在第几页呢 在下面这边 按Enter 直接输入 所以刚刚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我刚刚的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 补了一个是画框线部分的话 干脆把它直接 这三行 Ctrl C 干脆直接贴到这边来 画框线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